我们现在接下来要邀请一个 我们保证会营的副主席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重视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然后跟神有很棒的连结 包括他昨天他现在还在 他才刚受训 昨天跟今天都还受训 早上都还在受训 那下午刚好神就让他下午就分别为圣 就代表说他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祷告祭坛 如何建立祷告祭坛 那我们接下来欢迎国泰投信的副总 就是谷玄敏姐妹 其实我觉得我真是很不太 应该是讲说 其实越祷告的时候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不配来分享祷告 因为越祷告发现自己越不会祷告 那可是我觉得说 其实也是因为我对职场有这个负担 所以其实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跟一般人所想的也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其实我是 我就是第一次我开始小组的话是那个1995年 那时候刚进职场的时候 神就说那要在那个职场里面有那个就是有一个聚会 那我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傻傻的 因为也不知道神要做什么 那既然神说话你就去做 然后所以去找了另外一个姐妹 我就说 那个我们两个来聚会来祷告 他说那要做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反正我们就在一起就是了 所以我记得说那时候其实真的是 不知道要做什么 因为不知道神要做什么 可是当你follow神告诉你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当我们走在这个旅程当中的时候 你真的是太喜乐 因为就像诗篇里面讲的说 当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的路径上都滴满了自由 在走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会变成怎么样 可是你知道在走那个旅程因为有神 所以呢 每次再回头看再回头看 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说 今天你竟然走到了这里 那我觉得说真的是很特别 因为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说神为什么 神要在职场做什么 可是20年后的今天 就是好像你突然间就发现 箴言里面讲的就是说 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就是你刚开始走 其实你不知道 你走的路会是怎么样的路 后来发现就是 那个光就越来越亮 然后你突然发现说 哇 这是一条大道 而且呢 有非常多的人跟你走在这条大道上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以前刚开始你讲什么 人家听不懂 说实话 你要讲你也不太会讲 因为你也不知道神要做什么 所以你也很难告诉人家说 要到哪里去 因为别人会说 那你要做什么 你知道我们连要走到哪里去都不知道 你要怎么去告诉人家 所以呢 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回头来到现在看到这条大道的时候 越来越 越兴奋是因为 其实发现原来不是只有 就是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走在这条路上 而是其实几乎很多的人都走在这条路上 可是大家刚开始的时候都以为只有自己 然后都不知道 然后等到后来开始连结的时候才发现 哇 原来 原来那么多的人是走在这条大道上 那我觉得我们金融业保证会赢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 我第一次跟那个朱副总 他现在已经是懂了 然后那时候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跟竹原哥认识的时候是 因为我代替我的另外一个姐妹 参加了一个那个台北领量堂的一个职场特会 然后那时候他 我们我都不认识他们 因为我是在士林领量堂 虽然我们都是领量堂 可是都不认识 然后呢 所以那时候参加了以后 然后那一年就是 刚好是2008年 然后那一年在我的生命中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参加礼花连结我 可是就在那一年的时候是 那一年是第二届的金融退休会 他邀请我做那个 那个就是在panel discussion的时候 就是做那个 在那个panel里面分享的 那那一年其实是 当我去做那个职场的 就是台北领量堂职场 见证完了以后 我的父亲就中风 然后呢 接下一个月几乎都在 跟就是 收到病为同姿 然后呢 之后呢 雷曼倒闭 那我那时候 我们 我们的那个 我们竹缘哥只有管几十亿 我管一千五百亿 你就知道 那时候 他的只有一半 我的 我每天醒来 我都 雷曼一倒 我就 我就亏了十二亿 然后呢 再来接下来 隔天晚上 又拿一个银行出事 我就每天在布置上 就天天在看说 我今天又亏了几亿 然后所以实际上那时候 就是从我父亲 然后到 到 到我的工作 然后那时候 要到那个 要去做见证的时候的那一天 我妈妈去医院开刀 然后呢 因为我爸爸中风 然后我们那时候 才刚请到外佣 然后就是才刚从医院出来 然后请了外佣 我妈就病倒了 就去开刀 然后我弟弟那时候 刚派到 派驻到大陆 所以他没有办法回来 因为他是那边的总经理 不能说回来就回来 结果 结果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说 其实这条路 我那时候就跟神说 为什么 就是跟那个 主缘哥讲的话 是一样说 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很认真 很那个 就是 然后你在走这条路 那为什么会 就是遭遇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是 很想要放弃 可是感谢主 还好 就是那时候 其实是因为跟 主缘哥他们连结了 然后 我觉得说 因为你知道说 有人跟你走这条路 然后之后我觉得说 其实为什么要连结 就是因为 你看到别人的身上 也经历过许多 因为主缘哥 他没有机会分享 不过他办第一届的时候 是他的母亲过世 所以那个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今天我们 保证会营联合团契 其实能够走到 这第九届 都不是偶然的 是因为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同工 在他们的生命中 付出了很多 然后我觉得神也纪念 我们知道说 我们坚持走在这条路上 可是今天我觉得说 很感谢神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在走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是等到现在的时候 我觉得神已经把 很多的东西 蓝图 全部都让你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很盼望 是今天在分享的时候 能够把一些 就是至少是在我 就是在这20年间 在祷告的时候 我所学到的一些东西 能够跟各位分享 可是我很实际地 告诉各位说 其实我所知道的 真是有限 那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都也在 你们自己的那个岗位上 有看到很多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 要连结的原因 因为今天是我分享 可是明天当我听到 另外一个分享的时候 我就又赚到了 因为每一个人 都在神呼召他的地方 其实有领受很多 那所以我今天分享的 就是一小块 就是我祷告的部分 可以帮我把那个 PowerPoint弄出来吗 我看不到PowerPoint 所以我可不可以下来 好 好 那个下一页 对 那个 对 那个 我想就是 很多人在职场 我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就说 我公司都没有基督徒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基督徒 都是隐藏的基督徒 所以其实 就是一个愿意 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会觉得好像 奇怪好像旁边都没有基督徒 可是实际上 其实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基督徒 只是大家还是 就是在教会的基督徒 在公司里面 他不方便说自己是基督徒 那或者说是 他不愿意说自己是基督徒 因为世人对基督徒 有特别的期待 或者是特别的 就是标准 所以他又很怕自己 羞辱神的名 然后就不敢说 自己是基督徒 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其实不要说是他们胆怯 而是你知道说 每一个人在他的位置上 其实是有他所要面对的事情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人 可是我真的心里面 对我的职场有感动的时候 我能够做什么 那其实就是刚刚 我们主缘哥就有分享到说 我们就是祷告 那祷告其实 今天我是要来跟各位洗脑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不是要来跟各位说 在你要想办法 在职场里面要设祷告会 或干嘛的 找到另外一个人一起来祷告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我不是要再有另外一个的服饰 因为大家其实的服饰都很多了 所以我不是要再兴起另外一个服饰 而是很重要的是说 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其实是 不是在做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好像我们要参加祷告会 或什么那叫做 可是实际上就是 在前几年 穆约翰牧师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其实祷告祭坛啊 我们就是祷告祭坛 我们就是 是跟做 这是两件事情 就很像说 你知道一件事情 我常常说 我们现在要恢复大家的数学 就是一加一等于多少 不要害怕我是正常的被教他 我没有要准备那个 所以一加一等于二 对不对 好 然后 好 然后 然后那那个 好 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 一加无限大等于多少 对 二加无限大等于多少 好 对 所以其实我想要跟各位说的是 其实是不在乎那前面是 一二三四 你看得到的 有一个无限大 如果说 你知道最重要的一点是说 你知道你自己是那个 那个无限大在你的里面 那个无限大在你的里面 很重要 那个无限大不是在旁边 那个无限大是在你的里面 如果说 你不知道你有那个无限大的话 你知道那个一加无限大就是无限大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无限大 你找再多的基督徒一起来祷告 那就是数字而已 就是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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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你有十个人祷告 那就是十而已 可是如果说当你这个人 你知道你是 你的里面有无限大的时候 不管有几个人都是无限大 你想你到 你在这里 你在教会里面你是无限大 你不会说到了外面变成一 当你是无限大的时候 你到你的职场是无限大 你在你的家里也是无限大 然后呢 你为什么要找人一起祷告 因为你是无限大你要让他知道他是无限大 所以很多的人都还是在参加祷告会 可是我要说的是说 要知道说自己就是祷告祭坛 所以当你知道自己是祷告祭坛 你要把这个观念 也要告诉跟你一起来祷告的人 他知道他自己是无限大的时候 他走到哪里都是无限大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是说 我来跟各位分享 没有说要大家再去公司里面 要再开一个祷告会 而是自然而然你会忍不住 就要找人家一起来祷告 为什么 因为你要告诉他说 你知道那个无限大多大吗 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到最后他被你感染 他也想来经历这个无限大 到最后他知道原来自己里面有无限大 从此就 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是无限大 他到他的部门就是无限大 他到他的岗位上就是无限大 他就可以影响非常多的事情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明白说祷告 祷告是 你要学习知道祷告是是 你是谁 你是祷告祭坛 所以你这个人 就是跟 知道说有一个无限大在你的里面 那所以那个我有放那个 我们是 都是说我们是 我们是 都是讲我们是 不是说我们做 我们做君尊的祭祀 我们做圣洁的国度 那我们是 所以就是你要知道说 是的意思是一个身份的表征 是一个 一个不是就是说你要做了才 那个 而是是 那这个是很多的 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的 所以我就是我们今天要知道 我是祷告祭坛的时候 我到哪里都是无限大 所以今天大家如果说忘记了任何的 就只要这个重点 就是你是无限大 好 然后下一个就是 我再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那其实 下一页谢谢 好 那就是 那你怎么预备自己 因为其实 这个不是一天 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是无限大 那所以呢 其实在这里其实这四个其实是 就是在我走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 我学习 我在神的身上学习的 就是当我在所谓的谦卑 我常常都想说 大家都会觉得说谦卑就是看低自己一点 那实际上谦卑是什么 谦卑很简单就是 你怎么样会谦卑 很简单就是 我要跟各位讲 我比如说你们跟我现在看的东西 我们都在讲成光教会的会堂 然后呢 我会描述说 成光教会的会堂 有很多椅子 有很多人坐 可是呢 可能我们足元哥就会说 没有啊 我看成光教会是一个讲台 是一个十字架 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 我们都是在讲事实 我们都是在讲成光教会 有谁说谎吗 没有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 一定要跟 跟主元哥说 不是 就是一定是这个椅子 有这么多个 然后有这么多的人 为什么 如果说当我们明白说 神在我们的眼睛只有前面 没有后面 你就会明白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肢体 因为我们不会看到全部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面的时候 主元哥看到我后面那个 我们两个加起来 可能还有这旁边 我还没有看到的 他也没有看到的 所以我们有四五个人加起来 三百六十度 如果每个人都看一度的话 你要三百六十个人 才能够看到全部 好 所以如果 什么叫做谦卑 谦卑就是你知道 我所知的有限 而且我真的只有看到前面 我没有看到后面 所以当我们知道说 我们所知的有限的时候 你很快你就能够谦卑下来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谦卑 其实是我们以为 我们所知的就是事实的全部 那可是今天 我跟各位分享 不是说谦卑要看低自己 我不需要看低自己 我只要知道一件事是 我不知道事实的全部 我需要你们帮助我 加起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事实的全部 所以这个叫做谦卑 你会谦卑 是因为你知道 你不知道全部 然后接下来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其实你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我们的焦点到底是在 事情还是在神身上 我发现我常常在 这家祷告会的时候 大家都说 主啊就那边那个 八仙七宝的 然后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就发现说 奇怪我怎么都听到事情 我没有看到神 就是我并不是说 这样的祷告是 有什么样的问题 而是说实际上就是 如果说你在这件事情上 你的焦点是在神的时候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事情 就很像说 其实 其实我为台湾祷告这么多年 我那时候我记得说 我那时候之前的时候 台湾刚开始 就是从那个 陈水炳总统第二任的时候开始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高洁弊案 一堆的弊案开始报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你会发现说 有非常多的 台湾有非常多不好的东西 一直都出来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其实因为祷告很久的时候 你会有点生气 为什么你说神啊 我们不是就是 我们都为台湾祝福吗 我们为台湾祷告 那为什么就会有这个 高洁弊案 有这个 有这个 就是你里面会有一股怒气 因为你觉得你祷告 suppose 神做工就没事情 然后所以我就说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神你在做什么 然后神是很奇妙的神 他只有回答我一句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在做事 然后当然 神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想答案 对不对 那答案都在哪里 答案一定都在圣经里 好 所以我就想说 对 我怎么知道神没有在做事 神说他做事到如今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他做事会发生什么事情 哎呀不得了 没听过光来了怎么样 对 然后隐藏的事情就怎么样 对 所以那时候 我就突然间明白说 哦 原来是神在做事 原来我们祷告不突然 这个是什么 你的焦点在哪里 我原来的焦点 其实是在看这些事情 我非常神经 我说怎么会这么多垃圾事情 有神在的地方 不应该有垃圾 然后怎么会这么多垃圾事情发生 结果后来 当你渐渐的 你的焦点往神看的时候 你会看明白说 你跟别人的眼光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神会让你看到 从他那里看到的 所以其实 随便哥刚刚没有讲 其实很重要一点是说 他在去年 离开 离开他原来的公司的时候 那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是 神的timing非常好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 大家知道说 去年后来就 时岸风暴 然后在那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 每年都有东西爆出来 然后我每次看到 我就非常兴奋 为什么 因为你就知道神在做事 然后可是做一做 然后我也开始 很纳闷 我说那然后呢 就说你爆出来了 然后是怎么样 神在做 在耶利米书里面 讲说神在做什么 拆毁毁坏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 建立栽植 所以 神已经在做他的事 我们有没有做我们的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建立栽植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建立栽植公益 然后所以 很简单 神 拆毁了这些东西以后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什么重新建立 可是 我要基督徒 预备好了没有 你是在你的行业上 你是专家吗 你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 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拆除了以后 要建立的时候 人家会想到谁 所以 其实 卓文哥他就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 他其实 以前在做都是 根本就没有人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他做什么 他做CSR CSR叫什么 中文 企业社会责任 我问你 大家都在赚钱 谁管你企业社会责任 现在 怎么样 企业社会责任 有没有很重视啊 你知道吗 如果说以前 足元哥他觉得 这个也很麻烦 还是做那种 就是叫人家来上柜的就好了 就是去拉业务比较快 马上有业绩 都看得见 那这种事情太麻烦了 去跟那些老板讲 那些老板根本就觉得 你很烦 好了 先帮我上柜再说 我以后会做 可是 就是他不在乎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你会发现说 那神要怎么使用足元哥啊 在这个时候要开始 就已经把这些东西拔出来了 要栽种的时候 没有人去做这个吗 所以呢 这个叫做焦点 就是当你祷告 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在看事情不一样 你看到爆出来的这个东西 感谢主 就想说 那我现在 神做了他做的 我呢 我预备好了没有 所以各位在各个职场 当你在越多祷告 你知道为什么 你需要成为卓越 不是只是说 我要回来荣耀神 不是 神 可能要在最艰难的时候 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现在要为什么 为福不祷告 为什么 因为一定有很多基督徒 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 今天很多的东西 把这些问题凸显出来的时候 就是神要兴起基督徒 去栽种公义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预备好的话 你跟世人看法都一样 那就是在这个时候 最好就是那种 那问题时候来了 神都预备了机会 我们基督徒在哪里 没有 所以很重要是说 如果当你有不同 你在祷告当中 你的焦点不一样的时候 你看到东西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 你的回应会不一样 你会不会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回应神 也就是说 你明白说 你现在在预备是什么 预备神在拆毁 你那个职业里面 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他能不能用你 去栽种公义 在这个当中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谦卑 谦卑不是看低自己 谦卑是知道 你所知的有限 第二个我们讲到焦点 就是你知道 你在看事情 还是看神怎么看事情 然后神在做什么 那你的回应是什么 然后呢 第三个当然就是话语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神 神问问题的时候 你要能够从圣经里面回答 如果没有回答的话 你就知道说 你回去好好的读经 就是那个 因为神不会超越他自己 所以你如果说 你不懂神的话 没有每天灵修 或者这些的话 其实你是不会知道 你没有领受那个话 说实话 你做任何的事情 可能比较辛苦 或者是 有时候就放弃了 可是当你领受了神的话以后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叫什么 能力就来了 就很像说 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真的你看到那些 你一直祷告的时候 然后那些东西爆掉的时候 你真的很生气 就是那种怒气就如同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上个礼拜六 我一早起来看到 看到美国的最高法院 竟然判那个 就是同性婚姻 这个我们已经从去年 开始祷告到那个 然后你知道那种 那个一把火就升上来 就真的很生气 因为就说 怎么会是这样子 可是一样就是 如果我是从人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我会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会觉得怎么都不是 照我们所想的这样子神 你不是公义的神 你应该就这样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不就是神了吗 不 我就是神啊 因为你应该这样做 所以其实很多的基督徒 在祷告都有点 就是那个想法就是 我觉得当我们在祷告 我们要注意说 说他是神还是你是神 可能那个决定最后 为什么神允许这个 我们不明白 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 那神的话语一来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哦 对 神的话语一来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个世界 我就是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 我每次在看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把启示录十二章 又拿出来读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启示录十二章 启示录十二章就是 天上就有了征战 龙与那个 就是天上那个米迦勒征战 然后到最后就是 龙就输了 对不对 好 输了以后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就 因为他在天上输了嘛 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叫做 气愤愤的吓到人间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一句 我从以前看到那一句 我就知道 我们的日子不会好过 因为他的形容词叫气愤愤的吓到人间 所以其实本来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会遭遇非常多的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这是有的 这是在圣经里面 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写在上面 因为他气愤愤的吓到人间 他会搞破坏的话 他要怎么搞破坏 然后你知道说 他搞破坏搞到什么时候 搞到最后神说 OK 就什么 得救的人数满了 好 Game over 然后 就是一个新的game开始 就是新天新地 所以其实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 就是说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 其实你在很多的事上 你有时候会觉得 很frustrating 因为你觉得怎么会跟你想的都不一样 所以尤其在祷告的当中 像我们这种常常在祷告的人 你就会知道说 真的有时候就是结果跟你祷告的都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那种 就是你知道真的是会需要调整 常常需要调整 那我自己是 我觉得说至少我这次 我只有一天就调整好了 以前我会气愤愤一个月 可是呢 我这次我真的是 只有一天我就赶快调整完毕 还好调整完毕了以后 才发现那个才那个 第二天早上就 才知道发现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就是 很多人就有时候是会link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说 我们就是 如果说你还在那个气氛当中 你就会去judge 你就会去论断审判 可是no 因为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一张图片 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所以后来我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就是为这个祷告 那我就是 我觉得当然第一时间 不是说为伤患祷告 也为医护人员祷告 也为整个的结构体制来祷告 为什么感谢主 因为本来的这个体制 就应该要有所改变 可是一直都没有 然后最近希腊的事情 这样子我们就感谢主 赶快为我们的年金改革祷告 也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东西爆出来 都是为了怎么样 为了能够让我们实现 神的公平公义在台湾 你以为过去十几年 有那么多的代祷者 这么多的人看到 就是很多的先知 不是看到台湾有烟上腾 就说哇神在这里 为什么那么多的国际有名的先知 都跑来台湾 看到神在这里 你知道台湾人都 神在哪里 怎么那么多这样爆掉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神在这里 因为神在做工 所以这些事情都要爆出来 可是我发现说 如果我们基督徒 没有在这个时候赶快去卡位 神的公平跟公义 如何在你的行业里面彰显 所以赶快回去问神 就是你要知道 你一定要领受一个话语 当有那个话语的时候 那个话语会成为你的力量 你就可以继续的Fly下去 因为实事显恶 很多的事情都不如你所想象的 可是你为什么能够持续走下去 因为有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 可以继续的走下去 那最后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说 每次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有一个conviction 就是你有一个确据说 当你就是领受 假设你在祷告当中 领受那个话语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成了 成了 因为这是耶稣在十字架讲的 祂不是说完了 祂是说成了 所以神的话语来的时候就成了 所以当神的话语来的时候 你要赶快把它宣告出来 宣告出来 宣告出来 就是一直讲出来 讲出来 神的话语就成了 为什么 因为以赛亚书55章11节就讲说 说什么 我的话一出不突然返回 要成就在我所喜悦的事上 所以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 所以一定会设中那个目标 那我们呢 我们祷告到如果有神的话 就把它宣告出来 宣告出来 宣告出来 就成了 成了 你就知道成了 虽然眼睛还没有看到 可是那是必成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预备自己 如果说这几点我们都预备好的时候 那其实当我们在祷告的里面 神可以用我们这个器皿 而且你就是走到哪里 你都是无限大 然后下一页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 其实这就是我常常做 我自己的check list 我也是 就是为什么我那个 其实就是当那个 礼拜六那个 就是美国的那个通过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个气氛在里面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的方向 我的眼睛又往那个结果 而不是在看神了 就是 就是 你就会check 你会知道自己 自己在哪里 那这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 我们有时候 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时候 是很危险的 因为当我们不知道 自己在哪里的时候 你所说出来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说话 你有一天不讲话的吗 应该很少吧 其实我们这个代导者 很喜欢单独一个人 可是每次还是一天里面 也还是最少会讲很多的话 那可是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讲的话 其实 句句都要被拿来做审判的 然后 所以有时候 其实我们无心讲的话 可是实际上还是会 会有它的效果 所以呢 其实 有时候 尤其特别是 我们常常我们无心讲的话 都是讲在谁的面前 讲在我们最亲爱的人的面前 就是我们的家人 或者甚至是 在我们自己的小组的里面 你不会在你的公司 对你的同事 对你的老板 讲某一些话 可是 你常常都会 在你无心 或是没有那个的时候 你讲的话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这个人 本身现在的位置 是不太 就是 是正在一个状况底下的话 你所讲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商人的箭 而不是 刚刚我所说 神的话 就像那个箭射出去 要不突然返回 那我们的话 一讲出去 也是 就是 就是会射到人 那所以要很小心知道 说自己 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因为 你接下来 你的 留言或什么的 其实都会影响 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呢 我的check list很简单 就是 第一个是方向 就是我现在是 就是 我现在的方向 是我看事情 还是看着神 因为如果说 我看着事情 我就被事情搅动 所以呢 当事情 不如我预期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 就有大幅的波动 我就知道 我的方向错了 因为我没有看着神 所以意思就是说 看着神的话 看着阳光 你不会看到阴影 可是当你是背着 背着阳光 你就一定插在 那个阴影里面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方向是 我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 距离 就是因为当你 越祷告的时候 其实 你就会越来 就是离神越近 离神越近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 就会发现说 你大概 很多的时间 都在认罪 因为真的是 因为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自己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是 是谁 所以呢 那个 可是就是说 所以 就是我们越多 在神的面前 就是 你越靠近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自己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你到最后 你都不敢讲话了 也不敢跟神说 这个 要他做什么 要他做什么 因为之前都是 要神做什么 要神做什么 然后就觉得 把他当阿拉丁神 就说 主啊 你不是这样的神吗 所以你应该做这个 你应该做那个 可是后面的时候 其实当你越靠近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根本连 就是因为太靠近了 你知道他是圣洁的神 你就会发现说 你第一个反应是 你会发现说 你自己真的不知道 自己是谁 所以会首先 在神的面前 先了解自己是谁 所以当你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的高度也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靠近神的时候 神让你是 从他的高度看事情 不再是从你自己 来看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对很多事情的反应态度 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当别人认为 是这样很糟糕的时候 你就感谢赞美主 然后人家说 你能为什么感谢赞美主 你不是随便 就是感谢赞美主 可是大部分时候 在祷告会里面 都是我们一直在跟神讲话 所以他没有机会跟你讲话 因为你都没有耳朵 给他听他要讲什么话 所以其实当你越靠近神 你就是在我刚刚讲的第二步 就是到了距离那个地方 你会发现你根本就 因为看到自己实在是太多 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是谁的时候 你也不太会讲话了 不太会讲话 你就会发现说 说不太会讲话的时候 你就会 大部分都是神讲话 神讲话的时候 你就高度就不一样了 所以高度不一样 以后你会发现说 你的深度也不太一样了 就是你会发现 在很多的事情 其实你在做祷告 或什么的时候 或者说是看人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态度 因为你不再是 从你所想象的来看这个人 因为耶和华看人 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 耶和华是看内心 可是问题我是人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人皮 所以我看不到它里面的东西 可是耶和华看人的内心 所以如果说你是住在神的里面的话 你会看到人的内心 你会知道这个人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 就是你会对他有一个 很大的这种怜悯跟爱在里面 所以那样是一个深度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长度 就是你可以去 就是你愿意走extra mile 就是你愿意多走一里路 有时候是不需要的 可是你会愿意多走一里路 那这个东西绝对不是 不是勉强出来的 也不是说这个人 他是好好人这样子 而是说你到后面的时候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 不跟他一起多走一里路 为什么 因为你爱他的时候 你会爱他 你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愿意跟他多走一里路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当你有这些的时候 你在职场里面 绝对是无往不利 为什么 因为人碰到你的时候 其实他碰到的不是你 哎呀我又要哭了 对不起 哎呀 不好意思 每次讲到这一段我就 谢谢下一页 对因为大家都 每次一讲到这一页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我真的忍不住 因为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要 成立一个祷告会或什么 而是因为当你越多的祷告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不爱那些 不爱那些人 所以你其实 就是你后面 你会多做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在职场里面 就这几年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都根本就不是我想要做的 我也不想做 因为你能够做跟 你要不要做 或是你喜不喜欢做 这是很不一样的 可是我就说 神啊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就是不是 就祷告就好 就这个就这个就那个就好了 可是有时候就是神说 你要做这做的 然后我想说做那么多干嘛 人家也不一定那个 可是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 你会发现说 像我的话就是 我有一句话就是 常常就是 神最厉害就是 每次我要一直跟他拒绝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图像显给我 然后我就说 好啦好啦 就是他就是 他就很厉害 他就每次就拿那个来 他就是拿一个图像 就是很简单就是 他看到那个 就是有那个 圈里面有99只羊 有一只羊 有一只羊走丢了 那神就会让我看到那只羊 因为那只羊不在牧羊人的保护的里面 他走到外面去会有狼 然后呢 他可能走在山崖上 他不知道路回家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是 他走在很危险的地方 他可能会掉下山崖 所以每次 其实我很不想做某一些服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他们都会说 你很会祷告 其实我告诉你有时候 我根本不想祷告 也不想做这个 不想做那个的时候 因为服事太多了 有时候其实 我工作也很忙啊 因为我是做操盘的人 你知道操盘的人压力也是很大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说 可不可以不要 今天就是这段时间 你知道市场那么乱 你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下 有时候你会跟神 有很多的借口 可是然后神就知道 妈妈把那个图显给我看 然后就趴倒在地 说好 因为有什么东西 能够彼得那只羊 如果说你不去救他 他可能就 就是差一天或差一个小时 他可能就掉下山 他可能会怎么样 那所以如果说 在服事的时候 或是在祷告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你没有爱的话 其实做这些事情是枉然的 你只是觉得说 把这件事情做成 可是你没有办法持久 因为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我们能够 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能够继续做下去 我们人都是软弱的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 能够安舒的生活 能够不要那么忙 就像祖元哥说 你到哪里去 他太太都知道 他到哪里去都会忙 为什么 因为就是 你有那种 就是有这个东西 在后面推动你说 你少做一点 你就是 是可以舒服一点 可是你少做一点 可能就miss掉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所以你就会 被神 就是不断地带领你 会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包括 祷告会这些的成立 或是小组的成立 其实到哪里去我都会 都会做 就是因为你就觉得 那是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那个的 然后你要分享的是 你的 不是我要这个祷告会多成功 或是我要这个小组多成功 你要分享的是 神有多爱这些人 所以你不是只是因为 你觉得传福音是大使命 而是因为 你的里面 有神那样这个怜悯的爱 所以没有人叫你做什么 即使说在这里 你不断地杀种 没有收割 你都不会放弃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所做的 可能别人去把它收割了 可是你知道说 你所做的绝对不会突然的 所以我觉得 爱出去的东西 就是你给出去的爱 一定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我自己就觉得说 我身旁充满了很多 很爱我的人 有时候我都觉得 你们干嘛对我这么好 然后呢 像我才说 上个礼拜我就收到 五六本书 就是你知道 投资的人很不喜欢收到书 然后可是呢 就是可是我知道说 我的姐妹们 还有那个就是 认识我的一些牧师们 他们其实都知道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读书 然后所以他们每次就是 譬如说有看到什么好书 或怎么样 他们就会很奇怪 就第一个想到我 我实在很想跟他们说 你知道做投资的人 真的是不要再送书了 可是实际上他们知道的是说 因为因为 我希望能够更多的 从别人的身上去认识 他所认识的神 因为回过头来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所知的有限 我很担心 有时候我在忙碌的当中 有时候我在压力的当中 有时候我在许多的极端的困难的当中 我会忘记了神的那个哀 以至于我只有想到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去想到别人 所以其实那个是 我自己为什么常常要找很多的 就是我其实在团契小组 祷告会的当中 其实我常常都是那个被扶持的人 尤其是我今天 我一定要honor我们的师班 就是我们的那个 他们真的是 就是每一次的祷告会 他们就是很忠心 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祷告会 然后他们就是很忠心的 就是每次都很早到那边练习 然后他们就是 他们唱的诗歌每次也是 我都是这样一直不断的掉眼泪 就是我都跟他们说 他们真的是原有神的恩高同在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练了很多次 我想跟各位说 是因为他们的合同 因为他们常常聚在一起 他们彼此的爱 如果说你可以感受到的是 跟他们在一起 你知道跟他们在一起 一天的话 你会感受到的 不是只是说他们很有唱功 而是他们之间的爱 之间的爱 那我才说说 所以为什么就是上来一唱的时候 其实不是唱功的问题 而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爱 所以就是一唱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到那个恩高 就在那里流传 是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当他们有爱的时候 神在当中的时候 那个恩高就特别有恩高 所以那个 他们今天也是 我们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是十般的 他们就是一听到马上支持 他们就很希望说 能够到台中台南台东那些地方 就是能够跟许多的弟兄姐妹见面 因为他们里面有爱 他们盼望能够把这个爱分享给各位 所以那个 在这里我想到 那个祷告祭坛 如果说那个步骤那些的 其实是跟开会很像 所以那个 我就列在那里给大家参考 那就是说 如果当你开始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开始有这个祷告祭坛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一定要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地点 然后一定要有节目 这三个东西 因为那个 很重要一点是说 而且你时间到一定要结束 这个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常常有些东西都 就是一直拖一直拖 让我很痛苦 因为我觉得说 那个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要做一次 那所以呢 而且神是 而且在圣灵的九十五国子里面 有节制 所以呢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说你把这个时间交给神的时候 你一定能够准时结束 因为我真的是 我在我们公司就经历到这样 因为我们是我们公司里面祷告会 基本上我们都是超盘的人 可是要他们能够是十二点到一点 很重要 为什么一点到一点半要收盘呢 所以呢 你知道就是十二点到一点 我们常常都是 十二点五分开始 唱诗歌敬拜 然后就开始祷告 那常常都是十二点五十五分结束 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很准 每一次 我说我从来没有超过一点结束的 我说奇怪 我们今天祷告的非常火热 你非常有感动 可是奇怪 结束的时候也是 十二点五十五分或是一点 所以其实圣灵在掌管时间的时候 你一定能够在准时的时间内结束 所以只有一个就是 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 然后一定要有agenda 然后呢准时结束 那当然就是 那个agenda里面要放什么 那就是我觉得说 你可以祷告神要放什么 那下面我有几个例子 就是说像 麻烦下一页 这是我的小组的 就是我公司小组的 那我公司小组的 其实我们一定固定就是 除了为我们自己小组的人祷告 然后就是为我们公司的老板再上位的 提名祷告 你知道提名祷告有多重要 提名祷告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讲说 我们董事长总经理 我说实话就是说 你要提名祷告 因为很简单就是 当你把名字宣告出来的时候 这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那是我们认为没有什么 可是在天上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所以当我们一直宣告说 你的董事长的名字 就是一直宣告说他是属神的 他是那个 那其实就是 这个是在灵界里面是有意义的 所以名字很重要 就是提名祷告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都会把几个 我们公司里面做 就是我们集团 国泰集团里面最高层的那几个 几个人的名字都提出来 然后一一的祷告 那然后呢 为我们自己的小组的活动 就是在公司里面的活动祷告 那最下面我们每次结束一定有两个 祷告文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宣 就是我们小组宣言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为我们的那个企业家 就是为我们整个企业的祷告文 那这个我们就会固定的宣告 就有点类似像 主导人大家都会读 那我们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小组宣告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小组 不管任何人进来 他来参加这个祷告会 他都知道你小组存在的意义 跟目的是什么 他一来的时候就是 他看了 他在宣告 他每次结束的时候 他看他就知道说 哦对 我们是这里的祭坛 而且我们祷告 是为了让天门 在我们集团里面打开来 所以呢 你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反正他每次来宣告 他们都知道说 我这个小组存在这个 我这个公司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我们小组 那我知道说 有其他公司的小组 也都有写他们的那个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每一次每一次我们一直不断的宣告 我们就会记得我们为什么在那里 对 然后下一个是那个立法院的 对 这个那个立法院的那个祷告会 因为我们保证会也有连结立法院的 所以每个月一次 我们也到立法院参加他的祷告会 那基本上立法院的祷告会也是 就是大概也是从敬拜开始 敬拜完了以后就会经文 会有一段经文 然后经文完了以后 就会为那一次的这个 有一些事情祷告 那通常会写在上面的是比较OK的 那有一些通常都是私底下用嘴巴讲的 因为国家的一些事情其实是 尤其立法院 它其实有很多的就是那个 那个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 就是写在纸上的 我们都是用口头传递 所以我们会在口 在那 在当场在祷告 可是就是这个是我们那边的 那也一样 它那边的话是12点半到1点半 它一定是1点半准时结束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时间 一定要准时结束 然后那个在下面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的这一个就是 就是耶稣他说 他来了是 他不是要judge the world 他是要save the world 所以其实judge是 最后那个时候的事情 就是有一天都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judge 可是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要focus在什么 眼睛是看到的就是 你 我不晓得你们会看到什么 可是我就是看到那只羊 我就是很担心那只羊 从山壁上掉下来 很怕它被狼刺掉 就是我看到的是那个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就是看到那个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 你不会去想其他的 所以神来了也是说 他其实不是要judge the world 他是要save the world 所以 那后面其实我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我自己是 就是很重要是说 每一天早上我都需要被提醒 因为我是一个很 我们都很容易就走 就是随从这个 现在的很多的媒体资讯 然后就被牵引离开 所以我每天就是有 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开机祷告文 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的开机祷告文 就是有四个祷告文 那我这四个祷告文呢 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祷告的话 大概需要八分钟 你就把它念过去 可是呢实际上 因为我天天祷告 所以大概五分钟 我就可以就是 因为开机嘛 你知道你不是上班 现在每个人都有PC嘛 你就开机的时间 那你在等个时间 你在干什么 没有在干 就是在等而已嘛 所以你就把这个拿出来 开始祷告 那第一个就是我在从 就是这个是华里克牧师 他在有一次 就是在那个领袖高峰会 里面分享出来的 就是说他的祷告文 就是他的承导卡 就是他就是要再重新 把自己献上给神 所以你会知道说 你在公司里面 你第一件事 我先把自己在献上给神 我就会知道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 其实我仍然是神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的承导卡 然后第二个是 下面一页谢谢 下面一个是工作前的祷告 那所以我就会工作的祷告文 那这个也是这样子 读过去 可能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可是你会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你看事情 你会有点不一样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是主掌权祷告文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主掌权的祷告文 它其实是我们不是只有 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是主掌权 然后在公司里面的时候 是老板掌权 那个在这里 主掌权是在任何的时候 不管是在哪里 我们都是身心灵 通通都是主掌权 包括我们的生活也是主掌权 所以这里有一个主掌权祷告文 再下一个是位职场祷告文 好那所以呢 其实我这四个祷告文 那个我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官网上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在那个官网上 download下来 那我是有把它变成两页 所以你可以印在一个 A4的子里面是 A4的子里面 这四个祷告文 就全部都在里面的 那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试试看 当你每天这样宣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奇怪 那一天会有点不一样 你会遇到事情 你的反应 你的看法 或什么东西 你会慢慢的 就是其实祷告了一年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不一样 很多的不一样是什么 不是环境变了 是你这个人变了 因为你看事情的眼光变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 我鼓励各位就说 如果说你们刚开始 要设祷告祭坛 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的时候 就是照着这个逐自念 可是它其实会在你的生命里面 产生一个 在你的灵里面 有开始有影响力 接下来你就会开始 你知道要怎么样去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更多的来做祷告 那最后一个就是 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完了以后 其实大家就想说 分享就分享 可是实际上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常常就是 真正好事发生的地方 都不是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 常常都是其实 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其实也是你会最多看到神机的地方 所以我鼓励各位就是 如果说你在你的职场 你的职场非常的困难 感谢赞美主 那就是神为什么要把你摆在那个地方 对啊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困难 然后只有基督徒能够 所以呢 你就被拣选了摆在那个地方 那么呢 你是要继续留在你的舒适圈 就让他们继续这样子 还是你真的是要去看到神机发生 看到你觉得那是好事要发生的地方 就是神机会发生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今天开始 或是我们今天回去 或是明天开始 你可以开始就是开始祷告 那早上祷告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 除了那四个祷告文 我最喜欢的就是 因为我都是用主祷文 因为我刚开始不会祷告 我就用主祷文祷告 那主祷文 我不是只有主祷文 主祷文其实是 我可以主祷文是 一个小时都祷告不完的 我以前分享过 那不过那个 那个是以后再说 可是如果说大家对主祷文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各位去买一本书 就是那个李拉瑞的《鱼祖警醒片时》 是以林书房出版的 它里面就有告诉你 主祷文的每一句 你可以祷告什么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你可能就是 你说我祷告十分钟 又没有什么可以祷告 我告诉你拿主祷文来祷告 你一个小时都祷告不完 对 所以我想就是说 鼓励各位 如果当你开始 有这样子祷告的火出来的时候 就是继续的去看说 那接下来神 你希望我能够再更多地祷告 那你就开始去 就是看别人是怎么祷告的 然后就开始去学习 好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